平常正念心要时刻安于道上 面临生死时才能够保持正念 佛法告诉我们 人在临终时色身世大分散 神世未离 就如身归脱壳 重苦交尖 痛不堪言 生时回独来 死时回独去 朝苦为独寿 轮回为独行 尤其是当夜报现前时 因为个人的别业而去受苦 如果不知反省 反而怨天尤人再造新阳 转真苦去 恶报之报 轮回而不得出离 我在修净土法门 就是新地法门 所谓新地法门 新地的恋火 我们的感应会 跟亡灵 自恋的感应 几乎在我自恋过的 几乎达文的百分之九十 他都会显这个瑞相 都会显瑞相 所以我们医生 对这个自恋 非常有信心 变成在自恋上是一个 在断期间的打呼气 或是在断时间的八小时的闭关 这样的心 我们静下心来 我们很虔诚的心 我希望大家要变得很乐观的 来提倡自恋 让众生减少痛苦 让我们是这样来 弘扬这个恋火 平日正念心 要时刻安于道上 升职正法总之 此戒清静 设心修定 断恶修善 广积不惠资良 面临生死时 能真正在当下保持正念 告诉自己 业缘必须直下承担 同时诵经 持咒回向 愿一切众生 不受种种意外 惊慌不畏之苦 愿一切众生 于此中 提起正念 超脱色身之障 不落境界中 迷失自信 十方新闻记者 来依荣台北采访报道